第二次,John和Petya都會読入漫漫 讓我們一同讀約翰二書 對阿淼的達出翰父的父母 確實在真理和愛 音訊四 我突然竟同意見過哪些男生妳走進真理 正如我們受拘狀度因爬 音訊四 然後我請各位,寶貴,尚愛 不像我寫給妳一�ув任何巨擬 但一項我們從起初 that we love one another and this is the love that we walk according to these commandments this is the commandment as you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so that we should walk in it verse 7 for many deceiver have gone out into the world those who do not confess coming of Jesus Christ in the flesh such as such a one is the deceiver and the antichrist watch yourself so that you may not lose what we have worked for but many win a full reward everyone who goes on ah head and does not abide in the teaching of Christ does not have God whoever abides in the teaching has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f anyone comes to you and does not bring this teaching do not receive him into your house or give him any greeting for whoever takes part in his wicked works thou i have much to write to you i would rather not use paper and ink instate i hope to come to you and talk face to face so that your joy may be complete the children of your elex sister gree you yohan 2 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第四节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 就甚欢喜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 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门拣选之姐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当我们第一次读这篇经文的时候 我们或许会对第四节 吸引 第十节说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要彼此相爱 也要爱我们的敌人 但这个经文却叫我们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圣经的爱是有限的 还是无限的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对爱是有非常大的认识的 所以希腊文的爱是 它的意思是 无限的爱 无条件的爱 真的吗 是真的吗 圣经所教的是 有条件的 还是无条件的爱呢 如果你说 圣经是教的是 无条件的爱 那为什么神的原谅 只给那些悔改的人呢 如果神是爱 为什么他要 审判那些人到敌遇呢 如果神是爱 那他应该救所有的人 你看到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进入 我们的知识 或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 我们不仅仅是 每次我们说 神的爱是无限的 我们仅仅是 我们仅仅是 都不断的 我们仅仅是 我们仅仅是 所以当神说我们要无条件的爱,这无条件的爱指的是什么呢? 所以如果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那我们是否应该爱我们的邻居的妻子呢? 但是圣经却跟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妄想, 我们是属于我们邻居的妻子,还是属于我们邻居的。 如果爱真的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应该也接受同性恋的爱。 如果你们很熟悉,你们知道这些称谱是从我们的邻居检查证。 如果我们看荧幕上有一个图片,它的代表是同性恋的爱是没有范围的。 没有阶线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是我们问的。 是爱是有限度的吗? 所以爱是否有范围还是有限度的呢? 如果爱是没有条件,没有限度的,那我是否可以爱我的妹妹,我的阿姨等等呢? 所以圣经是否真的教无条件的爱? 是否爱是没有限度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 所以在我们探索这个之前,让我们先了解经文。 所以我们来看1。 1。 的恩怡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读 做长老的写信给门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重复 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救生欢喜 刚才我们所读的四节里面 那个真理就出现了五次 所以在这封信的开头里 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对约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当我们读一篇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先明白这个经文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真理是这份书信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所以除了真理我们也看到这个遵行是一直重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和命令一直出现 所以这个经文里有哪里说到命令呢 如果我们看第四节 所以第四节说 我见你儿女有照我们重复所受之命令 遵行真理的救生欢喜 所以遵行命令这是其中的一个命令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 父神要我们行在真理中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行在真爱中 如果您走到6节说 这就是爱我们要行按照他的命令 而这就是爱我们要行按照他的命令 而这就是爱我们要行按照他的命令 所以您应该要行按照他的命令 第六节说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明显然你能读习 在读书信里 你已经知道 所以我们从这两节可以看到 有两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要遵行真理 第二个命令就要行在爱中 第三个命令就在第十节 在那里他讲 第十节 对不起 对不起 所以第八节他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能 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所以要小心 这是一个命令 然后第十节 然后第十节不要接他到家里 这个也是一个命令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节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三节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纲就是要行在真理中 行在真爱中 行在谨慎中 所以让我再继续 他说他说 我们没有接到某些人 进入我们家 甚至没有遇见他 所以我们正在问 我们现在在问一下我们自己的爱上 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 所以刚才经文讲 我们对于一些人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那圣经的爱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 那圣经的爱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 圣经的爱是否有条件还是无条件的 所以当我们在读这篇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些真理。 我们从这一篇第一到第四节看到,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命令也出现了很多次,所以如果是一个命令,我们就必须遵行。 所以如果命令是要我们遵行的,我们就要注意。 让我们一起读这篇经文。 第一节说,做长老的写信给门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所以这里的作者是谁呢? 他称呼自己是长老。 从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我们可以知道写这些信的都是约翰,使徒约翰。 他称呼自己是长老。 他称呼自己是长老。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教会里的领袖。 所以这个就是身为教会的领袖写的信给其中的一个教会。 然后他称呼自己是长老的名字。 他称呼自己是长老的。 谁是这个长老的女? 他这里写,做长老的写信给门拣选的太太。 这个太太是谁呢? 所以我希望您的意思是, 在这里,太太, 在希腊文是Kouria, 而且, 耶稣神祂是Kourios, 而且, 男主人指的是Kourios, 所以, 在这里,太太, 或女主人, 应该指的是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男主人, 所以, 竟然教会是基督的妻子, 所以, 太太指的是教会。 不仅仅仅仅, 我还想表明, 那句子女, 当然,如果您在英国, 您知道名字, 叫做Lady Diana, 为什么叫做Lady Diana? 您已经结婚了, 为什么叫做Lady Diana? 如果你熟悉英国王室的称呼, 就是叫Lady Diana, 其实, 这是一个尊称, 这是一个尊称, 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 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 所以, 基本上, 是指的是, 当时的教会受到逼迫, 所以, 约翰给一个名字, 简选的太太, 指的是, 是一个, 就是教会。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看最后一节, 会更清楚。 在第十三节, 当他结束这个书信的时候, 他说, 你那么简选之姐妹, 为什么用简选之姐妹呢? 所以, 基本上, 是叫姐妹的教会。 在英语中, 很简选之, 这就是姐妹的教会。 基本上, 这就是叫姐妹的教会。 所以, 约翰二书里, 他写信给一个教会。 然后, 蒙简选之姐妹, 就指的是姐妹的教会。 所以, 这封信的作者是约翰, 他称呼自己做长老, 他写信给其中一个教会。 所以, 写信的是当时的一个教会。 如果我们继续读, 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出现很多次。 真理是什么呢? 以为所谓论的题目的事。 第四节说, 我见你儿女有照我们从orrow的父所受之命令遵徵徵的。 所以, Una riots根栗 Jokerحت死エід但 moshi a 。 是장疵徵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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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遵行真理就是指基督所教的真理,或是圣经里所教的真理。 所以在这里约翰他看到基督徒在遵行真理,他就很欢喜。 所以遵行真理就是说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来生活。 让我们看一些经文来讲述这个教训。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节,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所以真理就是耶稣,他将真理告诉其他人,但是他们却不相信他。 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问耶稣是否是王,耶稣就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他来到世间的目的。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个是耶稣的祷告,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就要思想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基督的教导,真理就是圣经的话语,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在这种意义,当我们读这篇文章1-4,祂说, 所以在这里做长老的,也就是约翰写信给教会,他说, 我很欢喜,我很爱你们,因为你们按照基督的教导,圣经的话语和上帝的话语行。 不只是我,所有按照神的话语行的人也是爱你们。 第二节也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在第四节,他身为教会的长老,他甚欢喜因为他见到基督徒在遵行真理。 所以身为教会的领事友,或身为牧师,什么可以让他欢喜呢? 就是看到教会里的基督徒在遵行真理中。 所以牧师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教会的人可以遵行真理。 所以你们是否行在真理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才可以行在真理中。 我们来到年尾了,我们就要做一些回顾。 所以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在这一整年我们是否有读圣经。 如果你有,我很开心。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读,没关系。 因为明年是新的一年,我们会重新再继续读圣经。 所以当我们来到一起,我们是什么想要做呢? 我们想要依靠基督徒的教会。 我们想要依靠基督徒的说法。 因此我们永远在一起。 这就是目的意思。 各位,我们不是在这里来与社交化, 让我们愿意愿意。 我们在这里来依靠基督徒。 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目的不是来有交朋友, 而是为了要遵行和认识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行在真理中。 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要行在爱中。 我们不会仔细地讲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约翰一书已经讲过什么是爱了。 这也不是约翰第一次讲到爱。 约翰也是被称呼为爱的使徒。 但是当然,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有时常讲要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回顾一些经节。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也说,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我们之前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經花了几次讲述什么是爱。 当然,如果你们有关注介绍的, 我们之前提及过, 当我们注意约翰一书所讲的爱, 他都是指要彼此相爱, 也就是说要爱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 约翰一书五章一节也说,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祂知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所以约翰二书有三个命令, 第一就是要行在真理中, 第二是行在真爱中, 我们现在要看行在谨慎中。 我所说的, 行在真理中, 是不新的, 有几个时间, 所以我们要轻轻通过这件事。 但我们将来到这个语言中的主题, 是在谨慎中的谨慎中的谨慎中。 所以现在我们要注重约翰二书的主题就是如何要谨慎 让我们一同读第八节 第八节说 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着的就没有神 长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第八节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是一个命令 所以这里就是要跟我们说 我们要小心谨慎 不要自满 为什么我们要小心呢 约翰指的是什么 我们就要看第七节 第七节说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所以约翰叫这些人做什么呢 他称他们为迷惑人 他也称他们为敌基督 我们要注意他们不只是假基督而是敌基督 所以这些人是专门来迷惑或欺骗人 而且他们还是抵挡基督的 我们又要先回复这个书信的背景 所以背景就是原本教会里有一群人 他们是遵行约翰的真理的 之后他们离开了教会 为什么他们会离开教会呢 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他们不相信钉死在十字架的是耶稣本身 他们相信肉身和灵魂是敌对的 他们是敌对的 他们相信肉体是恶的 然后灵魂才是好的 他们相信肉体是恶的 耶稣基督来 有一个人 但真正的耶稣基督来 所以他们就认为 这个肉体是有一个人 然后耶稣的灵就来到他这个人的身上 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灵就离开了 所以只有那个肉身是在那里被钉 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所以这就让教会分开了 有些人他们相信这些假教师 他们就离开了教会 因此如果你们有个 Bible 你们转到1 John 2.18 他说这些 那儿子 这就是最后的 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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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 很多最后的 最后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就是最后的 最后的 看来 第19 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2章18节 小子们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第19节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于我们的 若是属于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写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原本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教会 但是 有些人就开始 相信那个异教 所以这些人 他们相信了这个异教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教会 所以约翰所讲的 就是这个背景 所以那是因此 所以第19节 他说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于我们的 若是属于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这个就是教义的不同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因为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对 那这个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差别 这就是属于永生还是永远在地狱的 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认识基督 而不是按照世界的观念来认识 所以这个故事 所以 here comes the story the story is this they are together but John is saying they are not true believers just like wheat and tare in Jesus Christ's parable then in over there there are some people came and claim to be Christian but they are not but within in the church slowly they believe some other doctrine 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比喻 他说在教会里有拜子和麦子 所以有些人他们原本是属于教会里的 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些异教 他们就离开了教会 所以这就是重点 就是教会有一群人 他们先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其实他们不是 他们就开始相信那些基督所教的教训 而且他们还离开了教会 所以这就是分裂教会 所以这些人他们虽然离开了教会 但是他们之前在教会有一些联系 所以这些人就回来讲 你还记得我吗? 我之前是这个教会的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迎接他们 所以这些人叫做为迷惑人和敌基督徒 所以约翰就在第十节说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 就是基督的教训 就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会问我 为什么我们不要跟这些教会 或那个教会有联系 为什么我们这么地排他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教会 迈克阿瑟的教会也是如此 因为第九节说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所以我们不可以跟这些人有联系 如果我们有合一 那就是要在真理上合一 所以我们要按照真理合一 而如果那个人不是按照真理 我们就不可以跟他合一 所以如果那个人不是按照基督的教训 那我们就不可以跟他们有联系 你不可以欢迎他们 他们可以召唤世界 好,有个人在世界 我们必须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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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甚至跟人 跟我们的仇人 我们必须爱他们 而且我必须说这件事 暴力一定不是教训 基督的教训 耶稣和Paul himself说 同样的事 他说 不要回邪和邪 所以我们只要祝福他们 那不是我们做的 但是有另一个 现在我们有世界 我们有敌人 但是我们有敌人 或是人们教的 对耶稣和耶稣的教训 对耶稣和耶稣的教训 对耶稣的教训 然后这些人 不会跟您分享爱 我会祈祷 但我会不会跟您分享 我会不会有关系 我会不会有关系 但是有一群人是迷惑人和敌基督的 这些人教的是 不是按照基督的教训 所以这些人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联系 加拿大太书 书一章八到九节也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或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主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诅咒 我曾经遇过一个人 他要我传福音 给他的父亲和姐姐 所以我去 我去传福音 跟那些人 我说 神爱你 你必须回忆你的罪 他说 不要跟我说 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向那个人传福音 我跟他说 神爱你 他要我们悔改 他就说 不要告诉我们这些 所以这个人就回答我说 你们都是骗人的 所以很少人会跟我说 我是一个骗者 所以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会叫一个牧师 为一个骗者呢 所以这个父亲说 我妻子 他妻子死了 和母亲的妹妹 他妻子死了 他说 看 我妻子死了 我去教育 你们都说 不要摇取药 只相信在神 祝他会治疗 神一定会治疗 我相信你 所以我祝他死了 现在 给我回答我 我的妻子 所以这个人就说 所以这个人就说 他的妻子之前 因为有了重病 他就来到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就讲 你不用吃药 因为你只要祷告 你的妻子就会好 所以他就没有吃药 他就听他们的 然后一直祷告 结果他的妻子死去 所以他就讲 你还给我的妻子来 所以他就说 我相信这个教会 我的妻子却死去 所以我就从今 不要进去教会了 因为耶稣基督是骗人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 跟这些教会 这些教训的教会 如果我跟这些教会 有联系 那就等于 我跟他的恶行上有份了 有教会说 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会成功 所以有些教会 他们讲 如果你相信基督 你就会有钱 有健康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 跟这些教会有联系 那就是不只按照 神的教训而行 所以问题是 我们可以跟人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 跟那些 就是超越圣经的教导 的教会呢 然后我告诉你 兄弟和姊姊 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一直都没有说这个 在过去 我们在过去 我们曾经厉害 我们在过去的教会 你必须留在真正中 如果我们要离开真正中 你并不是我们的 你并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时常常说这个真理 现在我要重复多一次 我们要 弟兄姐妹 我们要按照真理而行 如果我们偏离了真理 那就是 离开了真理了 所以你必须明白 他说 你看 我们是同性的 所有教会 都属于耶稣 我说 没有 所有教会 都属于耶稣 所以有些人 说我们要 有包容的心 因为所有的教会 都是属于基督的 他们是 强烈的教会 他们是 强烈的基督 他们是 强烈的信者 它是 强烈的信者 它是全世界的信者 在全世界的信者 实际上 强烈的教证 但是圣经里 尤其是在新约里 我们知道 有假的教师 有假的基督 有假的信徒 所以我们都要 非常注意和小心的 所以如果您问我 为什么您 不能接受 每个教会 实际上 我认为 实际上 我非常反抗 您去到每个教会 在新加坡 所以有些人问我 为什么您 不可以接受 所有的教会 我自己也反对 我们弟兄姐妹 到不同的教会 所以我不鼓励 大家去 如果那个教会 不是按照真理 真理所行的 然后我指你 去另外一个教会 就等于是 是指你走向地狱的路 看我们看第九节 每个人 每个人 走向前面 而不属于 在基督教的教训 都没有神 第九节说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然后在基督教 所以基督的教训是什么呢 所以基督的教训是什么呢 所以有些人说 基督的教训 指的是基督的教义 但这里讲基督的教训 所以基督的教训 在基督教的教训 所以基督的教训 甚至于基督教的教训 我还要告诉你 我还要告诉你 但你不能回答现在 但当神神来到 他们就会 在真正中 那是基督的教训 所以基督的教训 是在所有福音里 而且他也说 现在他还有很多东西要教我们 但是信徒却 那个使徒却没有办法接受 圣灵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教导他们 所以也就是说基督的教训 是属于整本的圣经 所以刚才基督 耶稣说 他是道路真理和 然后我现在就展示了 耶稣17.17 耶稣祈祷 所以耶稣的祷告里 也要求神可以 让我们在真理里圣洁 所以基督的教导 就是圣经的话语 所以真理就是上帝的话 如果您离开 从神的道路 我可以告诉您 什么是错的 如果我们偏离了真理 我可以教你们什么是真理 但如果你不接受 我也是没有办法帮助 有些人讲 我们要有包容的心 我们要接受所有人 当然我愿意接受所有人 如果你愿意听神的福音 我会向你传福音 我会向你传福音 我也会教你神的话 但如果你越过基督的教训 去向前面 我会向前面 就是基督的教训 基督的教训 就是教训 的基督的教训 是一种横路 然后你去外面 你出现的横路 那我说 你会教教你 你不是教教教的 你不是教教的 信念 我便不会接受你 所以基督的教训是有范围的 如果我们越过这个范围 那我们就不是行在真理里 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有关联 所以第九节说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超越基督所教导的话 那这个人就没有神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话 所以第一次耶稣说 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书 他所讲的 他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相信 对 有新加坡 有社会合作 我们去那里教训 我们有同学 但是有很多 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教书 不在书中 我们不能找到书中 你叫他们兄弟 我们就在书中 所以新加坡有些教会 是按照真理而行 所以我们跟这些人 有交流 我们也会去他那里传道 但是有许多教会 是不按照真理而行的 这些教会 我们就不可以 跟他们有交流 如果我说 我跟所有教会都要做朋友 而这些教会 不是按照神的真理 那我就是 不按照神的话而遵行 然后我就不配 站在这个讲台上 所以我要重复 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然后第十节 如果有人来到你 没有带这些教训 意味着 他们没有带这些教训 就是基督的教训 就不要接受他们 所以人们就说 我们有朋友 我们有很长的关系 别别别别别 第十节说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所以有些人会讲 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了 但是不要 就是按照这个经节 不要接他到家里 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联系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第十节也说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督的教导 是这个经文的主题 所以我们要大家都 读圣经 要认识真理 其他人所讲的 我们都要 看他是否 遵行这个真理 如果有人跟我有 不同的观念 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跟 圣经的教导 有不一样 那就是很严重了 所以圣经也一直 叫我们注意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 假基督 假教师等等 这个是末时了 我们会听到很多 这些假的教训 所以我们要很认识 我们要很认识 我们要很认识 所以我们要遵守 神的话语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也不可以 加或减 圣经所说的话 启示录22章18到19节说 我向一切听见 这书上预言的 做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迁什么 神必将写在 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测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数 和圣神测去 他的份 所以我们要 遵守神的话 我们不可以 加或减 如果圣经所讲的话 我们也要说 如果圣经没有说 我们就不要说 不然的话 我们就有麻烦了 实际上 同样的事情 在古语文中 他说 按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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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 你会不会 从认识 那些指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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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是 在旧约里 《生命纪》 《生命纪》 17章11节说 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 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 你不可偏离左右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要留意 我们不能够 担心 我们要看 全体的真实 全文字 我们不能够 逃亏 因此我们一直说 读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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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明白 我们不会 逃亏 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 真理是什么 我们要守在真理的旁边 而不要偏离真理 读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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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想通 凡事顺利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约翰写了一个书信给教会 在书信的开始 他说我很欢喜 因为见到你的儿女 在遵行真理 他也是很开心 因为他看到 教会里的信徒 彼此相爱 但是在第八节 他说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一群人离开了教会 然后他还继续地跟我们有关联 然后这些人 他在教会的那些朋友 还跟他们 迎接他们到他的家 所以这里他说 如果这些人不是传 基督的教训 我们就不要接到他的教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这就是什么事 这常常是 人们离开这个教会 然后人们会接到他们 说我会很友善 我让我问你 你会谈到什么 所以有些人 他们离开了我们的教会 我们还是跟他们 有时候有联系 但是我也是很好奇 你们会讲什么呢 如果他们讲的都是 教会有什么的不好 我们要如何回应呢 我爱我的妻子 如果有人来到我 然后变成我的朋友 然后永远召唤我的妻子 如果我花时间和你 如果我花时间长足够 我会认为我的妻子 也会认为我的妻子 也会认为我的妻子 所以我爱我的妻子 但如果我有一个朋友 时常批评我的妻子 就会受影响了 所以约翰就跟我们说 我们的爱不可以超越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回去刚才的问题 圣经的爱是否是无限的呢 圣经的爱是否是无条件的呢 但我们时常听到这个无条件的爱 我们就要有无限的爱 让我给你一个完美的解释 什么是无条件的爱 让我清楚地解释 什么是无条件的爱 神爱是人 所以神爱是人 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只要你信耶稣基督 就可以得救 所以在救恩论里 如果不论你的情况如何 只要你悔改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神就会爱你 然后让你得救 所以无条件的爱 不是指你不用悔改 神也会爱你 所以无条件的爱 不是指我的孩子 如果在习徒或犯罪 我还是无条件的接受他 这不是无条件的爱 所以为了我们的好 我们必须悔改 我们必须来到基督面前 我用这个来结束 我的爱不可以超越神的爱 我不是神 如果神这么说 我就要遵循 如果你说我的爱 大到我可以接受 我的邻居的妻子 我可以接受吸毒等等 那你这个就不是圣经的爱 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的爱必须要按照真理 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真理 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 什么是按照真理上所 就是真理的爱 让我们整个教会 都可以遵循你的话语 让我们都在爱 真正的爱里 行 然后一同的按照神的教导来 彼此相爱 愿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